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要帮书记提的是 那个三个有利于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 是否还是那三个有利于 如果还是那三个有利于 就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 如果不是那三个有利于 改革目的是别的 这我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 我觉得80年70年代末 80年代的改革的红利 大概老本 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 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 尤其加入了WTO 已经都推广了 具体的政策 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 这我觉得 那么经过40年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 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但是今天 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 我们现在好像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 问题呢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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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说什么问题 都说一片大好 你没有问题 我的天哪 那你朝哪改啊 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它改了它没方向啊 是不是啊 你首先 你首先要说哪不行啊 哪不对呀 哪跟这个 现在有好多问题了 你跟国际上 这个这个咱也 也有很多问题啊 中美贸易 贸易战 WTO 还有跟日本 还有南海 它有好多问题啊 那么这些问题呢 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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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 这不是 这是我看到的啊 那我没看到的那多了 你农 你农村 联产承包已经又走到头了 对不对 现在又面临一个 集约化 一个规模化 这怎么办呢 是吧 好像这四十多年 也没人听说 咱农业再怎么干 不知道 你说我深化 深化的这有具体措施啊 你像腰帮书记 他那一项一项都是具体措施啊 那我想听听咱的具体措施啊 经济是发展了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说 叫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嘛 所以大概 咱们党有很多这个人呢 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 我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 虽然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连邓小平都不懂 对吧 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一定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是他采取的那些办法 建设国家 治理社会计划 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 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 所以 所以这个看法都不同 这个稳定 如何来理解 这也是个问题 是不是大家都不说话 鸭雀无声 这是一种稳定 是吧 还有一种稳定 比如像美国那样 议员们开会吵架 说我这个 比如说有的是 我跟贸易战 我谴责中国的 还有的说我不谴责中国的 那么你认为它稳定不稳定 对不对 所以对稳定 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这个不清 我们这个没有说明白 谁要反对毛主席 就坚决打倒谁 对不对 但是我有一句话是说 什么叫反对 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 打倒彭德怀 那你说我也反对毛主席 咱们不好说了 是吧 打倒这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那你说我反对他这个 那你说我叫不要反对毛主席 那么上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 说你反对 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说了 所以你这问题不好回答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所以我 这没关系 你别看